奥运冠军张燕泉走进中学,劝勉同学早树立人生理想 新快报讯记者陆言斯通讯员月题材报道,11月11日 2021年广东题材我为群众办实事公益题材快乐操场老区苏区型活动在汕尾市陆河县新田中学举行 广东省体育彩跳中心,汕尾市题材中心向学校赠送了一批体育器材和党史学习书籍 活动现场邀请到伦敦奥运会跳水冠军张燕泉 第十一,十二届全运会冠军崔豪敬 革命后裔陈伟明与学生开展互动活动 活动期间,新田中学校长萧左迁表示 这项活动对于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提高学校文化软硬实力,增强师生的体育运动意识具有积极作用 学校全体师生将会永远铭记这份善意与爱心 将这革命精神和爱的事业传承和发扬下去 善伟市体育彩跳中心副主任吴应青表示 希望同学们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努力传承革命传统和中华体育精神 励志报效祖国 回报家乡 张燕泉向在场同学们讲述他的成长故事 他以自己四岁开始接触跳水 到后来确立理想目标 再到成为跳水冠军的经历 劝勉同学们要努力学习 早日树立人生理想 并为之奋斗 第十一 十二届全运会男子田径四乘以四百米冠军崔豪竟鼓励同学们要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体制 才能更好的学习和生活 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年广东公益题材快乐操场活动 是由广东省体育彩跳中心广东省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共同主办 以革命老区苏区行为主题 走进广东革命老区苏区的十所中小学校 通过捐赠体育器材 奥运冠军励志宣讲 红色故事讲座等形式 传播体育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支持山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助力乡村振兴